前巴黎圣日尔曼主帅路易斯菲尔南德斯指挥时的抢镜法宝是一根棒棒糖 开始他只是为了戒烟,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 菲尔南德斯的这个嗜好还经常遭到对手的讽刺 每次课场比赛时,他都会收到特队球迷从看牌上扔下来的棒棒糖 不过对于这个习惯,菲尔南德斯本人倒是毫不避讳 2016年,他还选择了这张口含棒棒糖的照片作为自传的封面 可见他对棒棒糖是真爱啊 菲尔南德斯的法国老乡布兰科也有指挥比赛时口含东西的习惯 直到大巴黎时,布兰科在每场比赛前都会准备一大把这样的搅拌棒 他对此的解释是,嘴里咬着一根有助于缓解压力 另一名法国名帅蒂迦娜的减压法宝则是牙签 爱上叼牙签是他在摩纳哥时就形成的习惯 最初只是为了分散比赛时的紧张情绪 但时间一长就戒不掉了 2011年,蒂迦娜曾闯荡上海滩 与上海深花短暂牵手 他叼着牙签的形象倒让不少中国球迷想到了英雄本色里的小马一个问题 早在纳布勒斯时期,萨里就是足球圈里著名的阎民 但英国职业足球联赛规定赛场禁止吸烟 所以来到切尔西后 俱乐部专门在球员通道旁给萨里开辟了一间临时吸烟室 以便在比赛间隙才能过过烟瘾 不过在比赛进行中时 萨里就只能通过叼着过滤嘴来抑制烟瘾了 足球教练中一向步伐烟枪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烟斗教练贝阿尔佐特了 1982年世界杯上 正是贝阿尔佐特成就了蓝鱼军船的黄金一带 他叼着烟斗的形象也就此留在了那段黄金岁月中 失从贝阿尔佐特的另一位意大利名帅李皮 也传承了师傅抽烟的习惯 不过银湖的最爱是雪茄 比赛中通常是上下半场各抽一支 虽常年患有支气管炎 但李皮始终没有戒烟 不知道两年前 科鲁伊夫的粗然离世 是否给这些烟枪教练